哈囉大家好我是BO 今天這支影片呢想要帶著大家跟我一起來認識 台灣的五個居家生活的小眾品牌 那這幾個品牌呢都是我長期用下來真的非常喜歡 然後會分享的品項呢會有像是情居類的啊 然後洗髮精、沐浴乳、香氛 然後一些噴霧、清潔液等等 就是跨的領域還蠻多的 那這些東西呢我覺得都是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加的有質感 就提升了我的生活品質 所以講到說對這些台灣的小眾品牌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個人要帶來大家跟我一起認識的品牌呢 它叫做米豆 那米豆這個品牌我覺得它討論度好像比較低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呢用起來就是非常的有感 他們家主張呢就是要從良好的清潔習慣開始 然後讓肌膚回歸到一個最純粹健康的狀態 他們家所有產品呢都是成分很單純 然後低刺激性非常溫和的 我這次用到他們家的洗髮精跟沐浴露 我覺得都很好用 只是說我一剛開始在用他們家的產品 有一點點不習慣 因為一般我們以往認識就是洗髮乳 沐浴乳都是比較偏向乳狀 但是你看他們家的洗髮精是很水狀的 他們家洗髮精呢零細零 並且還有添加就是氨基酸的介面活性劑 使用起來它就是非常的溫和不刺激 然後又不乾燥 那為什麼我說一剛開始使用他們家洗髮精非常不習慣呢 是因為他們家的泡泡呢是很細小的 不像是我們一般洗頭那種泡泡很多很綿這樣子的感覺 後來呢我仔細研究一下他們家的粉絲團貼文 才了解到說喔原來是因為他們家使用的是氨基酸的介面活性劑 所以它泡泡本來就會比較細比較小 然後泡泡的多寡呢其實是不等於清潔力的 那我後來用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就習慣他們家這個泡泡很細的那種感覺 他們家洗髮精洗完呢你會覺得你的頭皮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過度清潔那種乾燥感 又或者是說沒有洗乾淨的油膩感 就洗完之後你會覺得你的頭皮處於一個非常油水平衡 然後很舒適的狀態 最重要的是頭髮完全不會乾 以往呢我用那種控油洗髮精 多多少少髮尾還是會有一點乾 因為我是長期染髮的人嘛 但是呢我使用米豆他們家的洗髮精 我頭髮真的一點乾燥感都沒有 最重要的是呢我是染完髮之後就開始用他們家洗髮精 也沒有什麼褪色的狀況發生 就是整個頭髮就是很順很舒服 同時又有控油力的 因為其實像我的頭皮大概是晚上左右就會有一點微出油嘛 到晚上我會覺得我頭髮還是會有一些蓬鬆度在 這一個半月用下來我就覺得我頭皮頭髮都處於一個 非常自然然後很健康很舒服的狀態 這洗髮精的我用下來真的是超級喜歡 然後因為他的質地其實是比較偏水狀 所以我的用量呢其實有比較多一點 一個半月大概用了這樣子 通常我的用量就是一次擠三下之後呢 在頭頂這邊搓了之後呢 我會再補一下再洗前面頭髮 這樣子就夠了 就以我頭髮的長度的話大概四次是還蠻剛好 他們家的香味呢有三種 我最喜歡的味道呢就是03號暖色大底 我覺得他聞起來呢就是很像是那種太陽暖暖的味道 帶有一點檸檬啊陽柑橘的清香 你就會覺得哇你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女人的感覺 接下來呢是沐浴露的部分 沐浴露的部分我跟大家說假如說你跟我一樣 有被痘困擾的朋友請你買它 因為他這款呢就是可以減少痘痘的產生 就讓你的被呢就是痘痘長的比較少 自己這一個多用下來我覺得很有感耶 雖然說不是讓我的痘痘都不長了 但是我覺得長的有比較少 尤其是那種特大號的痘痘 我這一個月基本上都沒有看到喔 這款沐浴露呢它是弱酸性的 所以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用 洗完了一樣就是非常舒服的狀態 你不會覺得肌膚有乾燥感 就是還蠻保濕的 然後洗完之後你也不會有那種油油膩 你洗不乾淨的感覺完全不會 所以他們家沐浴露呢我自己用下來是還蠻喜歡 假如說你們有肌膚粗糙的問題呀 或者是有被痘困擾的朋友 還蠻建議你們可以試試看他們家沐浴露 那味道的部分呢一樣有三個 我自己最喜歡的味道呢是01號月季玫瑰 就是一個淡淡的玫瑰味 最後呢就是活動的部分 就是這次呢有跟米豆開團 不管你是買洗髮精還是買沐浴露呢 都會送一個旅行組的就是洗面乳 他們家洗面乳我覺得也非常好用 假如說你洗髮精跟沐浴露各買一罐的話 它的價格呢會是更便宜 還蠻推薦大家呢可以試試看的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他們家的這個沐浴產品 第二個呢要帶來大家認識的品牌呢 是一個清潔品牌它叫做Vigo 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 因為有非常多的部落客有開團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真的是 所有人其又或者是女生朋友們一定要有的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的有浸露 它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各種就是髒污都可以清潔掉 像是我那天在衣服上面啊噴到那個巧克力醬 它也洗的掉 然後沾到精血也洗的掉 現在呢我只要看到我的衣服上面有任何髒污 我就會擠一點有進入 然後搓一搓放著 過一下沖掉之後 它就完全髒污通通都掉了 這一款呢真的很推薦大家 一定要備一罐好嗎 假如說你家裡有小朋友 又或者是說像我老公一樣 就是藏藏衣服會有一些髒污的話呢 這個真的非常的方便 它唯一的一個小缺點的話呢 就是它的味道我覺得有一點臭 就它那個味道 就是我每次用它洗完髒污之後 我就需要再疊一點洗衣巾 再把它洗一次 不然它這個味道有點不太舒服 不然的話這款真的超級爆好用 你看上次我應該是用到這吧 然後現在已經用到這邊了 第二樣我非常喜歡的產品呢 就是這個南岩脂飲抗菌除味噴霧 這個噴霧呢非常喜歡把它噴在我的情緒上面 就是我大概兩個多禮拜換一次床單嘛 然後換完之後呢我就把它噴一下 因為我發現有時候床單 就放在抽屜裡面啊 放久都會有一個櫃子的味道 或者說就是會有一個 不是剛洗完衣服的那種香味 所以我現在呢鋪完之後 我就會噴一下這個 我覺得它的除味效果呢超級好 然後它的那個玫瑰味又不會過於的人工 所以當我噴完之後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哇 我置身在玫瑰海當中非常的舒服 它除了拿來噴寢具非常的棒 假如說你衣服上面啊 有一些食物的味道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快速的噴一下 這兩個東西呢 是我覺得Vigo他們家呢必買的產品 各位人妻們各位媽媽們 這兩個真的很可以買 我超級喜歡的 接下來呢 要帶來大家跟我一起認識的品牌呢 它是一個台灣的香氛小眾品牌 它叫做涼氛 它們家主打的每一款香氛都是手工製作 然後我那時候去成品聞完味道之後 我最喜歡的味道呢 是19號after shower 它叫做木香 它的味道呢就是一個淡淡的香味 很像是你洗完澡那樣子舒適寧靜放鬆的感覺 它的前味呢有甜橙跟薯微草 然後後味呢有琥珀跟檜木 我自己最近非常喜歡帶有一點木質調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它會讓人家感覺很沉穩很神秘 那這款整體聞起來感覺是你慵懶很舒服 這味道呢我自己超級喜歡 然後只要是我身邊的朋友聞到這個味道都會誇獎說 欸你身上這個味道很好聞耶 那他們家的唯一缺點就是它的池香沒有這麼的久 就我最近都會噴一些在衣服上面 像是胸口啊或是褲子上面 我覺得這樣子味道會久一點點 他們家的香氛呢很推薦大家可以去成品聞聞看 下一個呢要帶大家認識的品牌呢 是一個創立你有很久的小眾香氛品牌 它叫做百芬苑 那這品牌其實我在去年的時候有帶著大家認識過了 到現在呢我還是非常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香味每一款都獨一無二不容易撞香 他們家擴香其實我都已經用完了 那這兩個我最喜歡的味道呢就是這個喜慶豐收 不知道你們還沒有印象就是我真的很喜歡它 它的味道呢是我最愛的柑橘 然後它不像那種柑橘只有酸 它多了一點清零的香味 就是酸酸甜甜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夾帶著一點薰衣草跟橙花的味道 你就會覺得它甜而不膩 非常舒服療癒的一個味道 這款呢我真的超級喜歡它的 接下來呢這個是日落蜜森 是我最近晚上睡前非常喜歡點的一個味道 其實我以往不覺得我會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越用越喜歡耶 它就是有那種檜木檀香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在一片檜木檸裡面散步 晚上點會讓你整個人身心靈放鬆 非常的好入眠 這味道我覺得比較成熟一點 放鬆很舒服的味道 最後一個呢要帶大家認識的品牌呢 叫做Hemma Living 他們家是專門販售天思請趣的品牌 然後它也是MIT的 剛開始呢我看到他們家的價格要五六千塊 我是真的買不下去 我看了將近快半年左右 然後我是到最近呢終於很下心來把它買回家 因為我發現原來官網可以分三期 所以我就分了三期 然後把它帶回家 我睡了之後 我發現跟我之前買的三千多塊的天思 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它整體的絲滑度柔滑度細緻度 真的是大大的升級耶 雖然說我覺得我之前那組天思呢 已經是非常好睡 但是這個呢 它整體的感受度跟肌膚接觸到 感覺是更棒更好的 我就覺得天啊真的是好舒服 你會覺得完全沒有阻力 只要是你身體的每一寸肌膚摸到這個床單啊 棉被啊枕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真的很幸福 超級舒服 我真的覺得踏入天思的世界之後 你再也回不去棉的世界 那我的床主呢大部分都是素面的嘛 我這次呢就是買他們家這60支素面的 就是他們是有車這個黑色的縫線的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很有飯店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就是他們家的logo 哦我真的好喜歡哦 抱這個枕頭又好想去睡覺 很推薦大家假如是有預算的話呢 可以嘗試看看Hemma Living的 然後呢我其實我也有看到有一些部落客在團購 但是開的團數我覺得沒有很多耶 因為像我這陣子終於決定要買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都沒有開團了 都要等年底 但我還是記得想要把它買回來 總而言之呢就是Hemma Living我非常的推薦 雖然說價格很高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很推薦大家試試看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帶來大家認識了五個不一樣的MIT台灣品牌 然後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每一個品牌呢 我非常推薦的東西 最後呢就是這個米豆的團購已經開始囉 連結我放在下方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拜拜